经常有北方的网友问我 冬天这么呢 零下十几度 还能找到漂亮的菌吗 野外肯定是没有的 但我有个很简单的办法 可以养出来 让你们冬天也不无聊 就像我这样 找到一个没人去的户外 都不用跑去山区 有处的叫外就可以了 然后就找这样的枯枝 要找粗一点的 最少也要有胳膊那样粗 这根枯枝上长了好多的云枝 随便挑几根带回去 腐烂程度就是这样 既没有很新鲜 也没有一捏就碎 新鲜的树枝会长出很多霉菌 对身体不好 一捏就碎的腐木上 基本上啥也不会长的 如果找不到很大的腐木 就挑这种腐烂程度合适的 而且最好是阔叶树的 因为蒸叶树也不会长不均 带回去之后 只需要浇水 浇到盒子底部 大概有个一厘米深的水 就可以了 然后就放到 20度以上的地方保温 其他什么都不用做了 之后每天拿出来看一遍 会有很多惊喜 这些就是我从这些树枝上面记录到的 大概每隔两三天会长出来一种菌 我只记录了其中比较好看的一些种类 还有很多没拍 这个叫做灯笼菌 它特别小 特别精致 真的很像一个灯笼 我用超微距镜头拍了一个 它的身上的洞图 能看出来它是从一个黑色的 液滴里面长出来的 我还看见了一团白色的出菌 我们来一起看看它会长成什么样吧 优优独播剧场上 这个温馆也不认错了 这个温馆很可能 就是这个温敏 这个温馆的注意力 像相机